刚刚也有讲过说这张图其实是在 是先有图才有文章 那为什么会心画图呢 就是希望说把一些基本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张图里面有几个元素 第一个呢就是这边看到的是辽历的沿海的市镇 从北边下来是竹南后隆风郊院 那我再讲一件事情 因为越凝反风车之纠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风车距离我家的距离太近 最近的大概一百七十几公尺 那那那个一百七十几公尺呢 这个这个数字 我们如果说对风机的距离可能有点概念 我刚刚讲的最主要我们在讨论的影响是低频噪音 是声音 声音的话就跟距离有关系 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更更直接的就是 这个风机会不会倒下来 这个风机大概 一百零五公尺到一百二十公尺左右 你倒下来一百二十公尺里面有没有被压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起码的距离 或者是说你不要说风机倒下来 叶片断掉 叶片断掉少下来 一只叶片四十公尺长 一个少下来也是不得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它倒下来会直接影响到 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声音传导会影响到的地方 这个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讲 它会出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在整理环境报告 发现出一个很误异的问题 院里的这个工厂 第一个它叫做竹南风月工厂 竹南在这边 风啸院 然后它跳过了后 把这三个地方结成一个地方做一个环境报告 那当然有人提出来说竹南那个是一个工业区 风啸院里是农月的区域 它们两个背景的认数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能够把三个地方结在一起 叶成一个环境报告 有人提这一点 那不过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情况其实更有趣 我既然就风月工厂 风啸跟院里来说 2007年的9月的时候 风月工厂通过环境 当时通宵有17只工鸡 月里是9只工鸡 通宵17只 通宵17月有9只 然后呢 我在这边写了一个 2009年12月 杜文清 大家知道杜文清是谁吗 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然后呢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等于说是帮英华会帮了很多 就是现在要做风机的这间公司 英华会公司 帮了很多忙 就是带英华会到处去办会啊 然后就要通过那个什么法案啊 什么东西 其实帮了很多忙 到了2011年5月的时候 英华会提出第一次环差 把通宵的两只风机搬到月里 也就是通宵变成15只 月里变成11只 然后到了2012年12月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院里的风机呢 又增加三只 所以说变成14只 也就是说 通宵的海岸有15只风机 院里的海岸有14只风机 诶 大家对通宵 院里没有感觉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我把这个东西 跟地理的图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开始其中的一些奥妙出来 因为所有的风机 大概都奋附在 这条叫做西冰快速道路 西冰快速道路 西冰快速道路 西冰 冰海的快速道路 冰海的快速道路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院里大部分都在里面 那通通都在这一块区域里面 也就是说呢 风机主要分布在海岸线上 但是呢 通宵的海岸线有15公里 院里的海岸线只有2公里 15公里的海岸线里面放了15只风机 平均1公里1只 2公里的海岸线放14只风机 平均1公里7只 好 所以说我们在距离之外 我又提出了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密度 而且这个密度呢 我们看到 在英华卫公司最长的规划里面 其实并不是这么高 本来是通宵的院里比是17比9 变成15比11变成15比14 我在这个地方 后来我做完这个资料 我到地方上面跟自救会的人聊 我就谈到一个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 我就讲这个判断 我认为院里的风机 大量的增加这件事情 跟杜文琴当局的阵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然你从好的方向来想的话是 院里阵长大力支持风机嘛 对不对 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都帮忙在推动再生能源法案 在帮英华卫公司啊 所以他当了政长 一定要做权力表率嘛 所以说把东西都动过来 这个是很讲好的 讲不好的呢 有没有一个可能是 他当了政长之后 因为工机的建设下包 这个东西是有领域跟回馈的 这个部分的东西 英华卫公司为了答谢杜文青在 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对他的评议帮忙 所以说把东西都动过来 这个讲法 这个想法在最近其实我觉得 越来越得到一些验证 因为我发现英华卫公司 根本就没有想在院里做这么多支 在院里的抗争 开始出来之后 英卫卫就说八支 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 黄色的八支 就是在第二次 环差通过之后 才增加出来 他马上就说不做了 而且这八支 其实你看那个位置 是在堤防上面 其实做的那个成本的困难度 比起在陆地上做要困难 所以他马上就说不做了 八支马上就说不做了 那我合理的判断 这个八支攻击 本来就不是英华卫要 那当然现在那个 康熙老师在陆营 我必须要说我没有证据 我也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找证据 但是这是一个可能性 这是我从这件事情上面 去做的判断 那杜文今天要来打我 我没有说什么 我没有证据 但是我从这个判断 开始去看 就是这件事情呢 我起码提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院里的攻击 非常非常的 不合常理的命迹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这件事情 出来就会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答点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这就会在过去 没有发现的一个事情 那这篇其实在讲这个东西 好 然后再接下来 我在这里面也讲到了 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就是整个反风机 开始出来之后 跟英华威的协调过程 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各位看到现在的 一二三四五六 因为这六支风机 这六支风机 是英华威公司 已经拿到了 经济部能源局给的 深色执照 也就是说 它马上可以动工的 那然后剩下来的 黄色的八支 是还没有拿到 深色执照 还不能够立刻动工的 那么去年的十二月底 岳里的居民才知道 岳里总共有十四支风机之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岳里的字就会出现 其实跟这里 跟这两支风机 蛮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 距离很近的一个地方 是岳里的新雕居 就是距离这里 大概一百多公子 他的那个主人 叫做陈青涵 但因为 因为那个 英华威打算 要做这支风机 所以要办说明会 他去了以后 就表示强烈的感对 没有办法接受 那后来他去组织自救会 自救会的人 慢慢开始组成出来 那也就是说呢 岳里的居民 其实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这整件事情 大概到现在为止 都才五个月的时间而已 对不对 就是2012年12月才通过 第二次还差吧 才知道有几多的东西 那么 在开始的时候呢 就开始谈谈谈谈谈 在谈的过程中间 英华威公司 首先就已经同意了 这八支不要做 那然后呢 你们既然反对的话 那我这两支也可以不做 二二二三也可以不做 就是英华威公司 其实在退有沒有 再退 然后呢 英华威就说 那你不要我做 那你居民是不是有一个办法 提出来说 你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哪些 所以居民就提出来说 在这个框框范围里面 因为颜色不太清楚 这边是海 这边是陆地 在这个框框之内 你可以做 因为这边比较没有人 所以说呢 你现在八支你不做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这六支 通通移到这边来做好了 通通移到这边来做 那 后来英华威看一看 就说不行了 因为 风机跟风机之间 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能离太近 离太近会发生危险 然后会影响到风机运转的效能 然后也会影响到风机的寿命 所以他说 你画了这个区域里面 不够做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 那 但是呢 我刚刚 我现在讲这个谈判的过程 就是这就会出来 其实还没有 还不算抗争 就是出来反对 然后英华威那也谈 大家会有一个感觉 居民跟英华威 其实都在退 有没有 居民本来说你不要给我做风机 那 那 那那个 那个 也就是说 居民跟公司之间 其实还在瞧吧 还在 还在 还在瞧事情 还在瞧 还在谈 那这中间 发生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4月6号 我们现在的事情都来得很快 4月6号离现在才多久以前一次 4月6号 苗栗县县长刘正宏介入协调 其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讲 就有一个 有一个说起来有点尴尬 就是自救会的会长 叫做刘宝林 他其实本来就是刘正宏的子女 刘正宏的哥哥的女儿 所以说刘宝林呢 跟刘正宏这边关系很好 这个直接讲都没关系啦 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环保的东西不能够脱离政治来看 那刘宝林的先生 叫做张祈祥 张祈祥是民进党籍的政治代表 所以说他们家A加蓝绿 夫妻其实不用不和谐 各自有各自的关系 其实当我们如果说到地方政治来看的话 其实蓝绿并不是这么重要 谁是蓝谁是绿并不是这么重要 那所以说他们是蓝绿通知 然后在地方上面有这样子的影响力 那当然我不能够说刘宝林他们反攻击是假的 但是我出来反攻击就会碰上政治上的压力 你叔叔在做县长 然后你这么不给人家面子 所以那个时候呢 县长进来协调 这就会是没有的 没有办法阻挡县长进来协调 没有这个能力的 那县长进来协调之后就产生一个结果 当天开协调会 然后刘正宏就说 你叫他们通通搬到这边来对不对 所以2526这两支你们没有不同意嘛对不对 对啊没有不同意啊 好那就让他们做嘛 结果就是自救会因为被刘正宏这样瞧一瞧 就同意了2526的施工 就同意了2526 因为本来自救会是说大家先讲好 你到底要盖几支盖在哪里 我们再让你做啊 所以说我一支都不让 一支都不让的意思不是说你一支都不能做 是我们要谈清楚 总共你要做几支要做在什么地方 大家说好了然后你再开始做 这个才是尊重嘛 这我们才有办法谈嘛 对不对 那刘正宏就要一看说2526 你看嘛你们都说你们可以让他们做 那你就让他们先做嘛 这个讲起来是没有道理的事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的 这就会没有办法拒绝刘正宏来瞧事情 所以就同意了 同意了之后2526这两支就做了 然后我听话会公司就开始来这边施工 那当然那个自救会里面有鹰派有鸽派 那个像陈青海就是我讲的新雕居的那个主人 4月6号就开始抗争 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协调结果 就抗争 4月7号开始绝食 然后在他绝食的时候 刚刚讲的那个杜文青就来了 杜文青来探视自救会 探视曾经还有绝食 然后就是再跟他谈 然后正常来就带大队人马就进来 然后趁着一片乱的时候 英华文公司趁机攻下24 就因为他这个所谓攻下 你如果说去看 有点小但是在这边 你看到这个东西 他其实就是风机的基座 第一个阶段是风机基座放下去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绑钢筋 第三个阶段我们把水泥灌上去 对不对 所以说风机的基座是哪一台车子载过来 放到那边就好了 然后水桶很快 那就在杜文青去探视自救会的时候 那个英华文就从小路抄进去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 把这一只风就放到那边 居民看到当然疯了啊 就是说你哪有哪有用这种方法来搞的 所以说接下来就强力的抗争 可是呢刘正宝接下来做的手段是什么 直接就是警察就用手铐 当天就靠走五个人 然后刚刚讲说院里那个地方的居民都是农民 这辈子连手套长什么样都没有看过啊 看到哇 方向这么严重 不像那个台湾现在不是有那叫什么 本土型特殊激烈人士是不是 好 一点点